非常不容易我们今天能够就在这面对面的上课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美好的随形时光 那么我在这呢 刚刚对于来词照的同学我都能做了一下这个要求 先说一下我的身份 我是计算机学院的读导组的成员 我是软件学院读导组的组长 所以我有责任要求大家认真上课 那作为一个老师我也希望呢 我能够游逐大家来上课 但是我相信呢在大学生活里面呢 让你来上课认真学习 这应该是老师过多强调的事情 应该是自己自身做了以后完成的 因为你已经不是小学生了 那么所以呢我们关机呢 这个人数比较多 我贵图定期的电影 然后呢 我在之前的上课也说过了 希望大家呢 课堂的时候都会准备一块小包子 32开个就可以了 我课堂上会有小学生 那么如果你每次都做到后感冬 肯定要做到后感冬 我看看你的第一个效果也会准备 所以呢 大家不要想着说 后排你就可以干什么 主导老师 我们实际上的部导 包括任主导 效果导 随时就回来 就是坐在后感冬 所以能够往前坐到后感冬 那接下来说的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上课的时候呢 我想我再让你考虑一下 我希望呢 每个人手头必须的有照台 那这个照台呢 都可以啊 这个是新版的 就是装订 印刷上呢 会有改变 这个是老板的 内容上没有变化 所以都可以 但是你手头必须的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 我们当于技术课 你没有书 我觉得 学好看 但是非常不难 那么 那么责任总结下来的经验 啊 到里边不是 啊 你一眼都过去了 还是要 啊 这个仔细的 啊 这个 不如 不其中的道理 才能够把把这个 设计变成自己的 然后这是教堂 那接下来呢 上课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人多 听着大家的声音 就是做捧捧的 我希望呢 你不停刻 不要影响学习 那你就好 安心 可以吗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吧 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课时 还是比较成功的啊 那我一般呢 也不托腸 但是我也會先講課 所以我們就快節奏的來把我們這個內容 盡量的把它這個給大家講清楚 那作為上了兩週課就是第三週 那麼我們之前也介紹了一些主線的內容 在我們先見我們來複習一下 我們放下之前講到大家 就介紹了主線的概念生生 還記得嗎 好 如果大家都忘了 那我們從頭開始 開始我得去快速地過一下 因為你經過這個訓練以後 你還是有這個記憶的 然後就是快速地反應過來 那首先呢 總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 為什麼從總算開始呢 就是因為它很簡單 它在計算機的外圍 好 那我們進入到CPU以後吧 那就更難了 如果連總線都學不得了 那其他的內容就非常更難了 那麼這是一個計算機 一個計算機有總線連著CPU 還有誰呢 大家說 主線 主線 然後還有誰啊 Io Io連著誰呢 對 Io才連著設備 所以我們只講的是這一塊 我們不講設備 好 這就是讓我們以無電 應萬電 我們學計算機 就是因為 就是要控制設備 如果計算機不能控制設備 那麼計算機就做得不失去了 那麼我們看看計算機 你怎麼控制設備 那麼它怎麼運行的呢 那麼它怎麼運行的呢 這就是我們自己的標準 那總線是最簡單的一部分 那麼我們逐漸呢 把這些概念建立起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深入到CPU 就是中期Io 那把所有的這些內容講來 就是可能結束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總線是解決計算機系統互聯的 那計算機系統的互聯呢 有經歷了三種方式 第一種是分散連接 第二種是中央章的結構 第三種是總線和中央章的結構 那還能不能回憶起來 這個分散連接和中央章的結構 我們都想過了 還有沒有概念 好 那麼也行的 這個混合一般提前 就是分散連接 那麼需要連的部件 我們就把它分散 用總線就連上 需要和C連就把線連上 那這個時候呢 物連結構是 成為分散連接 那麼混合一般的結構 經歷了 在這個裡面 看一下 以誰為中心 以運算器為中心的結構 那麼 經過分析發現了 以運算器為中心的結構呢 這個結構發生得非常不好 所有的問題都提供在了運算器裡面 使得整個系統變得非常 好 那麼在計算器科技與技術探索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還經歷了 你存儲信領域支援 發現也不好 好 那麼只有誰 一直到今天呢 我們在計算器發展史上 已經改出來了 這個就是中央交換結構 有一個多路器 那麼它呢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瓶頸 這個多路器如果出現故障了 這個系統給這個故障了 所以 我們說呢 互聯結構沒有一個非常好的 到今天呢 總線是不是很好的結構了 我們發現了很多問題 但是我們沒有替代的方案 所以 希望系統在你們身上 那 總線結構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還記得嗎 在計算器發展史上 在它的第二階段 有這個 第一歲公司 對不對 在第三階段的時候 第一歲公司就給出來了 總線結構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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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線呢 就是 總線的 十分 好 那接下來 我們 第一節非常重要的內容 好 這一節講完了以後 把總線的內容 基本上都講完了 然後就把其中的關鍵的部分 拿出來 詳細的給大家介紹 所以我們第三章的第二節 第三節 所以這一章的內容 是我們全面的理解總線 非常重要的 首先總線的概念 什麼是總線 大家說一下 對 看圖說話就可以了 總線 總線 是連接多個工件的 縫詳的 通信通路 或者叫 傳出 戒指 傳出媒體 都可以 我希望大家去理解 如果需要 背 背了 今天背了 到考試的時候就忘了 如果你理解了 如果考試的時候 有這樣的一個 名其解釋 你說老師 我遇到語收 你畫得怎麼 沒問題 然後你再把這個 國定的語言 這就是你的語文 的功能 就是這樣 所以 這個 理解它非常重要 那接下來 理解總線 這個概念 那麼我們要從 它的三個特徵 進行分析 第一個是共享 第二個是分持 第三個是平等 平等競爭 那麼共享是什麼意思 只有 一條總線 所有物件共享 帶來的好處是什麼 對 絕路簡單 那麼 優點 大家的問題是什麼 略形的事件 可能對我們 發生 對不對 那麼 所以 總線的是 分持 使用者 叫分持共享 既然共享 那麼 一定要分持 我們這個教室 是專用的 還是分 共享的 共享 共享 所以我們 略樂波衝突 我們分食 我們分到了這個時間 所以 計算機裡有沒有 難的問題呢 我認為沒有 首先 這個設備都已經 做好了 你們 大家都在 而且呢 它就是 日常生活中的 方法 用電子的方式來實現 它非常 好 遵守了規則 然後呢 用納尿來思維 所以它 就這樣非常好 所以我們呢 學習它 就 要我們來理解它的 這個講話 那麼 可能會 學得更好一點 然後 接下來 這個原則是 什麼樣 分食共享 然後 是 平等 競爭 啊 如果你要用總線的時候 怎麼辦呢 你不能坐哪兒等 等的時候 不能可以 你一定要競爭 啊 這也是 啊 我們 平等資源的這個使用 就像我要上課 我不報我的需求 啊 不把這個 這個要求報給教育 教育 教育的課 所以就是 平等資源 所以大家要知道 啊 總線使用的 理解總線的特徵 這塊我們就說 優缺點 總線的優缺點 啊 優點就是 靈活性好 那我升大學的時候 是夢想的 能像搭積木一樣 主張西山西 今天能不能啊 能 如果一個實驗工 你大學 今天大家 今天有點實驗 啊 123456 人心各個 啊 原來幾個課就打三個課 後來改做 你打二個課 就是無論打二還是打三個 那麼 你要去打工的時候 計算機科學技術的這個 學生叫你 請我姐姐去打工 如果你 組裝一台計算機 你用多長時間 對老闆 不努力 大膽的猜測一下 半天 十分鐘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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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能与它们的共享 所以它的性感也很好 那么经典 我说了在机枪机发展史上 这个互联结构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就是今天大家都在用机枪 也没有互相的结局 那么谁作为互联结构 谁就是一个瓶颈 那这个问题呢 是我们不断地要探索的 那接下来 首先的概念非常重要 接下来讲总线的组成 总线的组成还没讲过吗 我现在开头了是吗 没有啊 那我第一次讲的例如啊 没有重大都很重要 总线的组成一定要知道 尤其不能构成 三部分 传出线 总线接口逻辑和固域固件 传出线 就是我画的这根线 然后所有固件要接上来 需要做一些口连的 今天大家理解已经不难了 像我用的这个 这个金光笔就是 固域固件 是不是有固域固件的 你的使用 显示性 都是一些固域固件的 固域固件的 连上了以后 那么多固件都连上了 那使用的 通信的时候 用了共享的固件 是不是会有宗族啊 有宗族怎么办 就有宗族 那么我们的教材 大概只给大家找了 传出线 但是作为一个重线 完整的组成部分 它应该是三部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那首先先 接下来介绍一下传出线 什么是传出线 这个就是传出线 然后呢 传出线是由什么工程的呢 什么是传出线 学购大学部里面 人学购的聚首 对 都学购 学购导线呢 对 那一根传出线 就是一根导线 也叫一根信号线 就跟我们的店 也就来 一样 是有导线 也就来的 就跟 这里导线是什么 这个是已知的 因为我在说了 我已经告诉你了 那就是一根 这个导线 好 那么 如果这个传出线 有三十二根 这个 如果这个总线 有三十二根传出线 说明有多少人导线 有三十二根 好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接下来举个例子 Rs232 大家知道吗 这个是典型的串起组线 也叫设备组线 什么是设备啊 什么意思的 没有什么定义 这个笔记本 都是什么设备 你的手机 也是什么设备 对不对 设备 它是把设备 连在一起的 那么它的标准是二十五星 二十五星传出线 那个星是这个 二十五星 也就是说它有二十五根导线 那么我们平时仅用几个呀 对 九个 那那么多 还有多少个没有啊 啊 对 十六个 那上出来 我没上出来 然后呢 那也不是说它是浪费吗 是不是浪费 不是吧 那么我们会提供一个简化的九星的传出线 供大家中心的功能提供 如果你有特殊的科研需求 你需要这个定义 这个不同的空气协议 那么另外的使用就给你自己的意义了 所以这个考虑是为什么做到的 然后这个EIS 它是系统总线 我在这儿说了几个名词了 二三二是什么总线 设备总线 EIS 是什么总线 系统总线 它是不一样的 这条总线就是系统总线 把组成计算机的各个部件连在一起 构成了一个计算机系统 这条总线就叫系统总线 那么一个系统总线 你看一下它的传出线是不是很多 有198个 那么我们做硬件了 这198个传出线 如果你看了那个主板 它应该在主板的四周是一圈了 使得不同的芯片 这个冰值电路板件上的时候呢 都非常方便的点击 这是这个EIS 那接下来呢 这个举了典型的例子 那接下来看一下 传输线呢 传输线呢 按照传输信息功能的不同 又分为数据线 那这部传输线 按照传输信息的类型不同 又分为了三组类型 这就是我们书上讲的 非常详细的三组类型 那由于教派讲的比较详细 我应该就叫重点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控制层 控制总线 总线的化线 用的化线 所以也类比我们城市的 交通的这个大路 如果就是到我们更主达了 主板上的总线 应该是相对简单的 那么你能不能想到 更主达的总线 在什么里边会有 对 我们在第三组主板上 因为我们部件还是有限 连下主达也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它相对简单 那么比这个主板上的这个总线 更复杂的我们叫交通控制 跟城市的这些道路 完全类似 就是网络里面的网络 那么我们看一下 第一纸总线叫adgest bus 数据总线叫date bus 这个叫错了 大家可以自己看过来 这个是B 好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要分为这三种微信 那也就是我们中国分析 它在计算机里面的信息 它就分为这三种微信 如果把它分得更详细 是不是我们会获得更好的效率 有没有 这是普遍的科技 无论你在哪一个这个学科里面 我们都会讲到分类 你会从不同的角度理解 然后把一个问题分解到比较细致的程度呢 就把符合变得更简单 那么有简单的方法 我们就会去找到更多的 这个方案和路上的方法 首先在各种类型的走线 我们说的每一个数据 黑色的是地址 蓝色的是数据 红色的是空间 你看一下 这个是你们的 有没有发生 有没有发生 这跟我们城市的交通道路说非常像 人行道 私行车道 公交道 然后什么 行驶的车道 还有超过道 为什么要这么划回家 就是减少先铺之间的这个增长单道 减少冲突 来提高整个系统的地址效率 对于地均总 对于地均这个三十线 可能 但是整个总线的效率 会增加 但是整个总线的效率 你试想如果整个系统 就一条道路 那个就不能想象了 就是东西 然后你把它分成不同的路 那么整个城市的交通管理效率 你会知道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数据总线 总线和数据总线的作用 它是什么作用 总结一下 我们简称数据总线 我们就称之为数据总线 也叫数据线 数据线和数据总线有什么差别 总线就是多根的意思 我们简称数据线 数据线也叫数据总线 就是说呢 它有多根数据线构成 我们简称数据线 也叫数据总线 没有关系 那接下来看一下数据线是双向的 那么学到这儿你就会发现 我们计算机里的每一个部件 每一个功能 包括传输线 它的方向我们都一一规划好了 我给你双向的 你说你拿单向行不行 不行 我给你是单向的 你拿双向行不行 也不行 都设计好了 所以说呢 计算机所有的智慧都是人体的 但是它比人做的会更好 就是因为它守时 它安装了秒台思考 它不会有人情 不会有情绪 然后它就 当然它不发热 发热也会罢工 那接下来一定要知道 它是双向的 双向的数据最重要的是 举个例子吧 最重要的 尊数系里的数据 尊数系应该有两个重要的 因为我们一讲 存储器里的数据 要运算的时候一定会有 一张运算器 甚至从存储器不说 然后运算器运算的结果 最后要存到存储器 甚至又流回来了 所以就是状效 那么数据总线的宽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它决定了系统 计算机系统 定性存储的能力 那就像我们这个小时 有一个门 每次进一个人 然后呢 每次进两个人 就是它定性的能力 就从一变成二人 如果有四个门 每次进四个人 定性的能力是六体 所以我们知道呢 数据线的宽度非常重要 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基层级发展时 总线这一开始混市的时候 是几位 四位 对 然后我们变成八位 然后到十六位 到三十二位 又是四位 那么你看一下 都是按八的整数位 递增的 对不对 我们会不会有一个 其他的数据来递增呢 没有 为什么 对 对 那么计算机科技技术 它一直伴随着一个产业 相互支撑的 那个工厂在生产这个设备的时候 都是按了八的整数倍来生产的 你要说给你 你按了七倍来工厂 有没有企业给你生产 没有 然后协议也放上去 所以这一系列的 侯略的这个个性 就把人出来 那么 那么这是这个数据线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地质线 也叫地质总线 也就是多分 首先大家说一下 明智姐是地质总线 它的概念是什么 传送地质线 传送地质的这个 通过我们 或者是从线 我们就叫做地质总线 那么地质线是单向的 那么单向的 我们看一下 确定了 是由CPU划出的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计算机 其实还不是极分控制的计算机 你要找哪一个设备 你要找哪一个设备 找哪一个固件 只有谁知道呢 只有谁也不知道 CPU通过分析地址知道 这是存储器的地址 还是外设的地址 那么外设有那么多设备 存储单元有那么多单元 我们上课的时候 都能找到 叫CPU通过分析地址 你是不是在做地址学习 一样的 一样的 那么 那么CPU是怎么知道这个地址的呢 CPU怎么就知道呢 CPU怎么就知道呢 对 是用户告诉他 因为你的程序 你编的程序 你的程序 你编的程序 就是在存储器里面了 执行的时候调到了 主存 然后CPU就解析每一条指令 每一条指令里面都写在地址 就通过这个地址 CPU就分析 就知道 你要谁和谁 在做密切 他就能够解析地址 那么 所以我们说呢 追究到最终 是由用户来告诉CPU的 所以每个用户使用计算机 使用的方式相伤和拉 不相同 但是CPU更能做到 因为我们给你一个框架 硬件的框架放在那了 是不是 软件的框架 有没有固定呢 没有呢 我们其实都是在一个模式下的 这个模式就是指令系统 如果让你任意发挥 所以那CPU真的有时候就不认识 所以它没管子 意义发挥 那么你是在指令系统的方架下 用户可以去发挥 所以它也给你规定了一个模式 这就是这个计算机 地址 地址 那么接下来地址线的宽度 这个怎么来计算地址线的宽度 也就是地址线的根数 叫地址线的宽度 它重不重要呢 它解决了计算机系统的寻止能力 那什么是寻止啊 中文解释 寻止 寻止 找什么地址 找谁的地址 数据 对 那么计算机里面除了地址 都是数据 是吧 找数据的地址 找这个单元的地址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说呢 首先看一下 一根地址能够寻止多少个单元 AB 如果只有一根 有几个电码 二的一字方 有几个电码 哪两个 0 1 所以寻止是2 如果是两根地址线 寻止 能有几个电码 四个 哪四个 啊 明登 大家知道 什么 啊 下次自己写 如果还敢移不过来的 一字 谁 哪八百 嗯 那么如果有N类地址 寻止能力是多少 没什么 那么 所以 所以我 所以我们说呢 嗯 第一只桶线的 方式非常重要 他 嗯 决定了计算机器 我们的选拯能力 我们今天可以提供 海料的支付 我们需要更多的地址线 那么地址线 给的越多 当然越好 但是会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什么 我记得亲家讲过 那么你的地址线越多 就像你的这个并排的这个表现越多 它带来的电池纷绕会越来越多 对 这个组达性是我们之间也很难解决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128位的组线有 32 64 64位 如果再递加64 这多容易啊 不是从64到64吗 但是这个并行使得这个电池发展 那么就带来了非常复杂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的 无论地址线还是数据线 它的增加我们都是非常的这个慎重 就是在权衡 你付出的代价 跟你获得的好复是否是匹配的 所以学计算机的人 真的是 特别应该会成功的 否则我们就不能够解决这个方式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控制信号 控制线是最复杂的 那什么是控制信号呢 控制线呢 反正就是控制信号的 通过就叫控制线 它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 双向的 双向的 那么能够规定它是从CPU流出的 还是流入CPU的 没有 没有啊 一定要记住 流入CPU的 叫 流出CPU的 叫控制 那么有控制 我就问你听明白了吗 你是不是有回答我呢 这是我们硬件的交付啊 当然我们现在的听课 我跟周导致大家也不回答啊 其实在我们计算机里是不允许存在啊 如果有问题就得有答 这样才能够呢 是一个闭环的控制 计算机才能够掌握 我发出去的这个命令 执行的情况如何 要解决一下怎么做 对不对 如果你不回答CPU就 不知道怎么做了 我们把流出CPU的叫控制 把流入CPU的叫响应 它们统称为控制信号 每一根是单向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方向都相同 明白了吧 但是我们在画的时候 那种示意图我们经常是画成这样 并不意味着控制信号是双向的 明白了吗 嗯 好 那么控制信号呢 非常简单啊 那么在这儿点几了给大家啊 解释了命令 什么是命令 什么是响应 那么定时 计算机一定会有时钟 对不对 所以时钟信号呢 必须得出来 你的计算机即使没有工作 没有加电 你的时钟信号 有没有在工作 或者是无法送出来 也无法开去了 只要你一开始工作 让它那个 至今你的成绩信号 你开房来做 然后就开始数 123123 所以计算机的这个设计啊 真的 我觉得刚已深入到计算机的内部 是你能发现的 真的才是漂亮的 所以我今天经常称之为 计算机的设计是一个历史 是一个历史 它不是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硬件工程师来做 它是一个艺术 是一个权盒 这样的设计方法不仅有很好的系统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性价比的一个产品 然后能够被社会接受 这是控制信号 接下来有几个典型的控制信号 电源和币 这个必须得有吧 计算机里的电源应该是几个 不是我们走线啊 对 绿色电源是三 绿色环帽 一碳 然后呢 很激 那么地 地就是我们的物理的大地 对不对 但是我们今天的地 有没有解决的那么好啊 没有 所以我们说的绝对的零还是很难的 然后 时钟 这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这就是一个精正的一个时钟啊 上面的下方 这是一个时钟 是计算机里面的最小的时间单位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你可以用的最小的时间单位是什么 没有 一秒钟我也做不了什么 嗯 因为我十分钟时间 可以做点事情啊 对 没有问题啊 就看你 假如说 我记得曾经有个同学是非常独秀的 他的时间真正安排到 嗯 每个小时来做什么 不理性的 非常 非常好啊 我做不到 我可能就是 好 这段时间 还是可以 下个 有些干净 那么 这是呢 嗯 从这呢 就给大家解决一下 计算机的时钟 这是最小的时间单位 叫时钟做期 我们说 我们日常生活中 最小的时间单位 如果是天 它就相当于一个天 看我们比天还大的是什么呢 比周 比周还大的是 月 比一月还大的是年 然后 什么 对 什么什么 周游戏啊 什么白乐戏啊 还是八分了 对 我们都说 我们说呢 在计算机里边 比最小的单位是时钟周期 我们也叫一个T周期 比它还大的 就叫做 机器升期 这个机器指的是谁啊 CPU 什么是CPU 好 然后 你机器升期 还大的是谁呢 是指令周期 啊 后边我们都给大家选 那么计算机的控制 就是靠这个时钟周期 呃 时间是计算机硬件里面 非常复杂的内容 如果你理解了时间 就像 一个动态过程 对不对 它要比一个静态过程 要比较多 但是一个动态过程 你是设定的能够理解这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呢 计算机的控制 就是靠一个T做什么 一个T做什么 所以它们可以进去到每个T在干净 好 这就是它的这个效果 因为它通常是在上升点做反论 怎么用这个什么东西啊 在上升点做反论 在下降点做动作 反论 反论 我要出去 我先判断这个门 然后门开了 我在下降点做出去 好 那么我们说呢 我们的时钟周期 我们用的是上升点下降点 好 所以你看上升点就这么点 下降点就这么点 好 我们画的是随直 随直上去的 真正的时钟周期 从上升 从零 从零到零一 国际零到零一 顺利有的电瓶提升的功能 还是有一个时间的 这个长的 我们在这个时刻 做检测 条件是否满足 然后在下降点 中间时刻 做动作 这就是 这个时钟周期怎么用呢 为什么要这么用呢 好 由于大家的这个基础不一样 原来我们讲 都不会有数字 我们的能力电子基础 基础的这个 新修课的基础 我今天也不说新修课了 因为我们从一年期到六月期 翻上二十年 我许三十年 都有 都有 所以大家的理论基础不一样 我就不去这个这个给大家 大家给分析了 在这就告诉大家 如果 如果一旦有时间 那么对时间的要求是非常精确的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有表 对吧 那是不是所有人的表 都精确的 一致的 对 也都会有偏差的 我们 所有人的表 都会以北京时间为主 往会表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时间基础 但是你的表 走着走着就快了 走着走着就慢了 对不对 走非常的低一点 那计算机里的失踪 只要是有失踪的 就会有这样的特性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对 我们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小失踪的这个差别 在组成员里硬件的设计当中 不准的失踪 我们把它称之为挑移 叫时间挑移 一旦时间挑移了 就说错了 那么我们最大程度可以忍受多大的时间的不准确性呢 这是一个P 对不对 总而可以 时间的误差是二分之P 如果你在二分之P的误差 那么计算器都是准确的 允许的最大的时间挑移 所以我们说呢 当你超过这个 就没有办法 做错了 那接下来看一下 护卫 激动机 我看一件吗 啊 护卫就是能起动热起动 有没有 有 一定会有 那么 那么能起动热起动 都是护卫到它的舒适状态 那护卫呢 就是 就是回到这个资源的 比如说更早资源的舒适状态 比如 中斑 这个商量 遵守器的这个 其实地址 等等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呀 存储器固 存储器固 存储器器 那接下来这个 主要固件 是一个来控制 它除了控制存储器固 还有存储器固 那你说还得有什么 基于反散 这个控制信号 还得有控制 iO 对 iO iO 你有的部件 我就得控制 你不控制我的运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设计 我们说计算机 它是一种 这个 在一定比分的基础上的一个设计 它不能像牛顿 乱有引力的那样 然后我能够亏 是最大的要理性 那接下来 这些呢 就是 总线控制信号里面 最基本的控制信号 这个是什么呢 总线请求 总线授权 这个是总线吧 那总线请求 总线授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总线 有特殊的 设备 有特殊的使用 要用这条总线 比如说这个总线 是谁控制的 是CPU控制的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如果有其他的部件 要使用这条总线的时候 就得一向CPU提示 直接 用总线 然后CPU呢 判断 各个条件 把总线使用品 都塑造给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正常上的两个特别 来 假如是我们要做一个讲座 是不是我们要 申请 这个凹翔活动公司 开个会 你能不能 直接进去开会 不能 也得申请 然后再授权 然后你就会提供了 所以这些呢 都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这个 处理问题的方法 吸气相关 还有 不能乱请 就会更想的 我举个例子 这两天正是 因为我一天想给大家上课 一天呢 这一天就是研究生打电 什么 然后我的学生就不停地来找我亲戚 我刚刚从那儿学校 又已经给它敲门了 进来 然后我车里完了 我就回来干我的事情 又一个敲门过来了 哎 我就有点 你能不能不行 怎么能回去 统一过来 不能一个一个来 不过这还有事要处理 这个就是中断 好 当我们讲到外设的时候 中断就是这么解决的 CPU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是什么 我记得我在 这个网络课程的时候 那两个给大家说过 说这是一个计算机 它最典型的特征性 对另外一个计算机 它的特征是什么 能够执行程序 对不对 好 那么计算机能够执行程序 靠的是谁 是CPU 靠的是CPU 那么我们在那个CPU呢 不断地在执行程序 计算机 不断地在打扰它 它就停下来效果一样 那CPU的效率 也太多 那也 也无法发挥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 这个Io设备的方法当中呢 就有一个DMP方法 就是 把综端照判成了 直接进去 好 随便一下秀了 我帮我先给你吧 我帮你们自己 这个按照秀来做 我还是做我的事 这个 是不是大家 都获得了 比较大的效应 好 那到这个Io设备的方法 传出效应 就是 我们所有的控制 都要会有别的密码信号 但随便知道 我发出去的这个控制 他们想起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密码的控制 如果要是我们开发的 计算机 是不会 获得 大家这么 我们的这个做法的实力 好 谢谢